受德国之声访问林静怡直言 支持统一旧式叛国引发轩然大波 为了实写她火速请辞蔡静办发言人一职 但还是掩盖不了林静怡快人快语的过往 最好是晚上十点之后就限电 一方面解决能源问题 二方面解决少子女化问题 我还挺想注意 了解人民的需求什么 靠的是脑袋 我们不是靠你的生殖线 不是靠我们的生殖器有没有用过 从能源政策喝真奶用汤池 到日前听蔡英文回唱张善政 林静怡的回应总是语出惊人 2017年历收大战 出生医师的林静怡被批评 没为医护人员发声 不满电话灌爆她的办公室 网友质疑电话打不通 疑似拔线 虽然林静怡成了林静英 你去大便啊 为什么连我办公室处理去大便 都要怀疑说我们没有电话没有通 你就刚好都没有人在办公室啊 我不知道他打来是没通还是没人接 林静怡炮口不知对外 去年11月民进党团冷冻 矿业法修正 林静怡说矿业法就是一个修法过程 拼命加葱加到整锅坏掉的例子 结果惹毛同党立委林淑芬 她回呛谁加葱 你最好出来找我辩论一下 这样的说法其实已经惹恼了党内 民进党党内的很多同志 包括在民进党很多价值上 变成是非常矛盾的 2016年龚都盟还曾将林静怡平建为民进党里 唯一一位代官查立委 距离大选只剩一个多星期 昔日小英发言人林静怡的争议发言 恐怕已经让蔡振英狂失分 这也陈英轩谭若宜特别报道